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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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谢谢 盛景山坐落在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最南端 距鹰潭市区仅36公里 景区以峡谷漂流为主打项目 以天漂 地漂 人漂为主题 充分将道家文化以及生态漂流结合在一起 除漂流外 景区还有风光游览 扩展运动等多种项目 是一处集休闲度假 生态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山峰秀河滩 西水清河措 好玩团在这里就将体验怎样的旅行呢 江西哪里最好玩 江西盛景山最好玩 今天咱们好玩团聚集在我们的盛景山 据说这里有非常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最刺激的漂流 漂流 我最喜欢漂流了 真的 可以 漂流好爽 对 而且这里的漂流可以说的是 排得上咱们江西的前三名了 真的啊 第一个是它非常的惊险 第二个是它的水很清澈 那可以边漂边喝 好像可以喝饱了 那个景医很好 那除了有好玩的 惊险刺激的漂流之外呢 还有真人CS 真人CS 这不是我拿手的吗 观众朋友们 到表演的时候了 我要把你们两个打 怎么样 就是把你们两个打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不能有一第一吗 有一第一 而且呢 这里面整个山里的风光都特别好 等会我们可以好好的 仔细地来感受一下 是的 但第一下我们先要去感受 这里最惊险刺激的 漂流 走 走 走 好 好我们已经换好衣服 准备要开漂了 那在漂之前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来 请大家跟我们说一下 漂流注意事项就是下肌流的时候 两只手一定要抓紧这两边的扶手 船脚并拢平灯灯在这中间的横格上 把船脚往两边放 有没有可能船撞翻呢 你只要手抓紧了 撞翻了 能都 也没关系的是吧 所以是有可能撞翻的 那我们整个漂流的长度有多少 3.5公里 那要漂多久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蛮久的 哇 就它这里面最高的铺度有多少度 接近90度 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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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可怕 像坐高山车一样的 那落差有多少米最高 落差最高28米 最高有28米 28米 天哪 然后90度 好可怕 那有15个我了 那么高的这个落差 15个我 有道理 哇 天哪 那有10个我吧 哎 这有个小鸭子 十多小米呢 好可爱哦 它跟我们一起漂流吗 小黄鸭大作战 在长达3.5公里的漂流路线上 暂落着6只小黄鸭 好玩团三人 各选择一名助手组队 在漂流过程中 争夺小黄鸭 漂流结束时 小黄鸭数量最少的队伍 将接受恐怖惩罚 哎我就挑这个颜色 跟我一样的吧 这位小哥哥 哦 而且你体重够重 我觉得 就你了 你也差不多 你是我这一队的 那你不挑 那我就挑这个小女生吧 体重跟你差不多 对 心心生气 本来我想选一个小美女 阴阳协调一下 怎么了 这位大哥怎么不行了 我跟你说啊 这位大哥从我第一眼看 确认过眼神以后 看他的肌肉 大哥 给他们展示一下 哇 团队基石 我就要这位大哥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三组 就要进行一个比拼 对吧 抢鸭子啊 就看哪一组获胜了 快快快 找自己搭档 准备走了 走走走走走 5 4 3 2 1 刚开始滑的时候 就已经遇到了瓶颈 拿着奖在那儿瞎滑 那我们好像是最后一名了 而且这个比想象的要难滑很多 这个船一直都纹丝不动 而且在那里转圈 所以我们两个人 非常非常的着急 转接石头 好大了 后心凉 心飞扬 我又想到心灵在一次 受到了这个撞起 过那个坡就是不停的尖叫 你知道吗 现在嗓子都还是哄的 一浪接一浪 一个刺激接着一个刺激 你都还能缓过神来 马上下一个就来了 深井山的漂流呢 有将近90度的坡度 非常的刺激 喜欢刺激啊 喜欢漂流的朋友来说 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刚好我们已经经过了 四个击波了 今天大几大的 不要不要 小孩 小孩 你们来看我被吐死 一眼 镜头这么近,你觉得合适吗 撑鸭子 浪流 快快快快 我拿到了天哪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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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漂流就好好享受就好了 还要给我们设计一个抢鸭子的游戏 对我们来说很难 你的鸭子近在咫尺 但是怎么滑都滑不过去 所以不停地就是在中间打转 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小悬窝 把鸭子卷来卷去 不知道是韩俊还是婷婷姐 他们在漂流的过程中 既然让一只鸭子跑了出来 然后我就顺势抓住了 哎 我的鸭子 快走 快快把他打过来 又要滑奖了 又要打水干扰他们的视野 又要考虑这个水流冲击鸭子 导致鸭子一个飘移了 所以真的很难抓 他们抢的时候真的很给力 很给力 我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所以轻敌了 最后导致非常惨烈 小心点啊 看到没有 又远又很有趣 啊 啊 多人的鸭子 我没有лось 没有人 我没有了 再相诚呢 我只是想看 我希望你也能看 黑海过廊 海面倒影着飞海堂 四周观摇摇 一树风枪 小花儿轻轻 鸟 三五百个 撞上 没想到啊 祖手的鸭子飞了 看到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你再给我加水 我的水枪可能就忍不住了 这里一直在望 因为我已经拿了两只鸭子进换 我们三组其实都非常的激烈 都想最后抢到更多的鸭子 到前面有一个好神奇的一个洞 你看好像是一只大老虎 最后在这里就是咱们盛景山 厚厚有名的四顶路幻漂流的一个路口 好开心 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个灯光的一个效果 哇塞 我真的是可以体验得到 里面是一个骨头龙尾 这种感觉非常的壮观 里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一些班国的一些 一些动物的一些投影 我觉得小孩子肯定非常的喜欢 进入了一个黑漆漆的溶洞 一开始很恐怖 一个大老虎头 进去了以后 哇 上面四周 360度都是非常绚丽的灯光 像时空隧道一样 上面有模拟海洋情景的 有模拟恐龙情景的 特别好看 所以这是一个很兴趣的体验 把这个动静全部都结合了 就是山水的静态 里面的特色是动态 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爽 还想再飘一次 是学生的感觉 学生的感觉 有好敌感 是什么 就是友谊 这个不太挑战了 这个不太挑战了 在这种比较有勇与 我眼睛一闭一睁 他们一人两只 我就想做一条妙的抢 我想最后拼一拼 抢他们几只过来 用声东击西的方式 想要抢我船上的鸭子 还好我用冰袖绑了个结 然后他才没有抢到 当时小孩 他想去抢曹阳船上的那只鸭子 我就黄雀在后 把他船上的两只鸭子 全部抢过来了 因为我正好用冰袖绑住了那两只鸭子 他立马转移目标 跑上了婷婷姐 在最后一刻 小韩一挥手把我船上的两只鸭子 铺到了这个水面上 我只来得及抢了一只 最后一只被曹阳抢走了 结果呀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总之就是很后悔 很后悔 最后一只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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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惩罚是没有晚饭吃 没有晚饭吃 去吃晚饭吧 蛤 韩俊 你吃你的小鸭子吧 好像你羞涩可餐的样子 好嘞 挑牛丸 等下厚劳一下自己大餐 哇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对 那要感谢这顿大餐的提供者 就是我们的钱总 感谢 感谢 谢谢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这里上去有三道大餐 一个是上青豆腐 上青豆腐 第二个是鲁鳅小鱼 还有最出名的板栗烧土鸡 板栗烧土鸡 你越说我心越吐 因为你吃不到 这两个菜 一个是霸王蹄 是我们圣景山餐厅的招牌菜 招牌 茁子 这是我们圣景山的鱼 四香鱼 就是整条有红烧的 上面都是用大蒜子敷出来的 料好足哦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里 就边闻着这个香味边聊 真的是忍不住了 那我们就开动吧 某些人就看着我们吃吧 我先来一个这个最著名的板栗烧鸡 好我也来一块 明明是四个人的饭局 我去可可也有幸运 没有关系嘛 其实你们也不用内疚 对吧 我们不内疚啊 我们很开心 太香了 真好吃啊 给我们准备的那几道菜 真的是太好吃了 惩罚是必须 但是我又很想让他尝到这几道菜 所以我就说给他一个游戏 给他一次机会 韩志 你想不想吃 想吗 看你自己呢 不想吗 真的吗 本来说给他一个机会 我是等你们再喂一遍的 过年发红包一样 你们再喂一遍嘛 就听你们了 这么美味的当地的著名美食 必须得让你来感受一下 不然你就白来咱上心了 接下来我给你玩个游戏 如果你能完成功 就允许你加入我们 准备好啊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开还是关 看看我的手势 看你手势 我来猜一下吧 这是开 这是关 请问这是开还是关 你这个门坏了吧你 这是开 这是关 这是开还是关 50%的概率嘛 对不对 我就不信我韩某人 今天可以这么背 关 哇 天啊 我一个机会都没了 怎么办 这是为什么 这游戏我都一直都没有看懂 这样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琢磨一下 好的好的 仔细看 仔细看一下 观察我的每一个细节 这是开 这是关 请问这是开还是关 这是开还是关 这是开 这是关 请问这是开还是关 我觉得 我觉得是 开 开 开还是关 关 关 确定 关关 确定 嗯 答对了吗 答错了 恭喜你 尽管彻底没得吃了 到底什么是开 什么是关 就是我最后再问 开还是关的时候 我的嘴巴是张开的还是闭着的 就代表它是开还是关 是不是很容易 要不这样韩女 我们吃着 你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才艺 好不好 给你们唱首歌吧 可以啊 如果这个才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好 都觉得唱得好 我们鼓掌了 那就可以吃好不好 是是是是 唱首歌 今天我们爬了圣景山 飘了流 这种大山的美好景色 尽收眼底 我们就来一首 我曾经 过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可是到了晚餐 我却吃不到一点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咱们老板 能不能给个机会 让我吃一口香甜的饭 还是个押韵啊 虽然唱的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词改的还不错 对 所以余许涵敬加油 谢谢 还是很感动 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吃了 让我尝了 还是不错的 肘子 这个超好吃 天呐 我觉得它这肥的地方特别香 天呐 这一大口肘子 好香很香 是不是这个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 哇 真人CS 真人CS 豪儿团三人与三位景区区区区人员各组一队 在拓展场上展开3v3枪战对抗 比赛限时10分钟 时间结束后 正在数量最多的一队极尾失败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CS大多战两个团队 这边呢是我们的好玩队 你们的好好事 好玩好玩 要你玩我了 耶 非常有激情的一个团队 这边呢是我们的盛景队 来掌声 嗯 悄无声息啊 怕了吧 现在呢我们需要进入我们CS战场了 来 所有人听口令 好 加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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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们在上面要站 这个 这是比较猛的啊 都是猛男 你们从左右运回过去 帮我抽一 好 我们身体之间直接面对 好 好 注意安全 来一杯 比赛开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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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三个人火力太猛了 我只能祈出我的烟雾蛋了 射到他们的视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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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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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头盔也打飞了 弹颊都打没了 对方实在是太猛了 各位战友们 不要管我 去抢占他们的阵地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他这个地方场地设计的很好 我们可以尽情跑起来 这样侧滑下蹲找掩体 很有代入感 但就是对方太强了 过他们也不错了 很拼很努力 没给我拖后腿 快 哇 烟雾弹 来 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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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这里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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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次感受这个枪林大雨了 反过我自己就觉得我是一个作战的一个队员 手上啊 腿上啊 都有被打到的还是比较拼命的 这是我要表现他们的一点 他们也中了很多弹 但依然是边举着枪 虽然可能在打鸟啊 虽然可能都把他牵着 还是蛮有意思的 所以说很适合朋友们呢 放假的时候过来团建 打打CS 赶口中小对抗 又收获友谊 又收获激情 这个地方很好 经过我们一般激烈的战斗 我们现在呢 开始公布我们刚才战斗的结果 清点了一下有效的弹机数 然后我们的好玩团队重担 35弹 盛景山团队呢 他重担 20弹 所以呢 我们这边好玩团队 非常的光荣 牺牲了 虽败有荣 我要给我们这个好玩团队 一个大大的一个奖励 我输了还有奖励 是的 我们这边接受传统 就是我们所有的奖励 什么奖励 我们的奖励就是呢 盛景山拓展内务生活 哇内务生活 是的 我们去体验吗 我们要去体验 一丝不苟的完成这个内务生活 来吧 听上去不容易啊 暴风来的更猛烈些吧 那就走吧 去体验吧 走吧 这长度应该差不多 一定要把它给抹平来 曹阳你还记得你有学过叠被子吗 实不相瞒 我是完全不会叠被子的 早上起来晚上还是要睡的嘛 为什么要去叠被子呢 你真是个仙女 我真是一个仙夜豆腐 超方 挺简洁的好方哦 还是比你们 多叠了几年被子的 我现在检查一下你们内务成果 怎么样 在我眼里 不及格 不及格 准备是三叠被 你这个是对决的被子了 品种我都搞错了 好 那我还比人了 教练那你看看我叠的呢 这个是不及格里面还要不及格 为什么教练 不叠得挺好的吗 叠得挺好的吗 你看 整整齐齐 它的形状是错了 来教练看看我的 好 下面这张被子 它只属于及格 这还只是及格 对 它只是属于及格 严格的要求来说 也算是不及格 好 你跟我说说 它缺陷在哪里 在我眼中它是完美的 你别看了哈 皱纹太多 脏下的大小朋友 没有一个直角 这不是直角吗 这不是吗 那跟他们俩比起来呢 那你最好 我就等这句话 不是你太好了 是我们俩太差了 你要搞明白 那教练 你来教我们 叠一床合格的被子 好 接着啊 大家接着 谁都会叠被子 但是没想到 要叠一床合格的小方被子 这么难 叠被子的技术啊 把被子叹平 从里面直到外面叠一床 被子一定要铺平啊 摸两下 摸两下 被子会摩擦变热 照顾它叠的时候啊 运用了这个工程学 物理学 包括怎么用手摩擦声热 把它被子固定住 给它把皱纹运平 人肉运烫鸡 这么薄 摩擦起热 这边这么多皱纹 然后捏一下 捏一下 捏一下它会有点线 把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一丝不够 捏上来的大条 跟这边一样 你看我连一下 差不多是大条 你看我连一下 找到这个大条 捏上来 每一条缝 每一个皱纹 都不能有 每一个边边角角 都要特别的照顾到 非常的精致 这才是精致的 此处有掌声 谢谢 谢谢教练 教我们学会了 如何叠一床 精致的被子 真的学费了吧 这样的被子 就是你们接下来 叠被子的标准 所以我们也要加油 加油 把它分成五份 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叠得非常的棒呢 来 因为马上夏天就要到了 大家一定想去一个 比较凉快的地方来游玩 那我一定向你推荐 盛景山 因为里面实在是太凉快了 简直是纯天然的一个空调 我推介身边的老年朋友 来盛景山爬爬山 走一走 呼吸一下充满 富氧离子的新鲜空气 对于年轻朋友 来打CS 什么工作的烦恼啊 夏日的烦躁啊 都抛掉 就把子弹射出来 打得越多越开心 我觉得来盛景山最好是 准备个两天的时间 因为一天你玩不玩 第一天你可以先来爬爬山 中午吃完饭飘个流 第二天CS比拼一下 然后呢再来尝尝这里的特色的美食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哇 盛景山真的很舒服啊 上下左右360度 全都是被绿色大树给包裹着 太阳空空再也伤害不了我了 特别舒服 在我们对面的悬崖峭壁中 竟然有涓涓细流 这个景色实在是太有意境了 仿佛来到这里呢 所有的烦恼都抛之脑后 整个人的心境都会变得舒畅起来 哇 看起来没有一个大瀑布耶 很赞耶 天上水晶 高点的风景是最棒的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不对 整个盛景山最高的网红打卡点 玻璃占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圣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圣地